转载自百家号作者,体育博士过去几年,甚至过去十几年,马斯一直是NBA中最无私的球队,他们玩的是团队篮球,说白了无非就是分享球更多一点,给队友们制造的机会更多一点。 所以,或许从下个赛季开始,马斯就算不上是NBA最无私的球队了,因为胡人现在有两个组织大师和一个准组织大师,首先詹姆斯和隆多,这二人都是控场大师,詹姆斯拥有历史级别的大局观,隆多是一个超级指挥家,想必这两点应该没人反对。 先说詹姆斯,詹姆斯拥有历史顶级的球场事业,以及传球技术,因此他总是大包大揽,虽然场上位置是小前锋,但空位的火他也干。 以前在骑士的时候,经常有人说,詹姆斯又当爹一了吗?除了空房一把照之外,他还把空位的火包揽了一半。 当然了,詹姆斯这也属于能者多劳,如果他专心打空位的话,也一定是历史级别的。 这就是詹姆斯最恐怖的地方,什么都会点不说,并且还能做得很好,詹姆斯的得分和防守能力不用多说。 只要他想,凭他在球队的地位和微信,刷单赛季场均三刷的数据不成问题,并且还能连续好几个赛季。 在看龙多,有很多人都喜欢叫他龙指导,在球迷眼中,龙多是一名比较另类的球员。 拿最近的事情来说,2018年5月5日,几乎119比100打胜勇士那场,龙多的数据是4分21助攻时篮板。 这,多少有点罗德迈那种0分28篮板那意思? 龙多就如他的数据那样,稀奇古怪,他不喜欢别人教他怎么做,或者是告诉他怎么办。 所以他和自己的力量球队主帅都不是很和睦,但不得不承认的是,龙多虽然不喜欢听主教练的安排,但他对比赛却有极强的球胜欲望。 龙多球上很高且判断冷静,所以他在场上做的事情,在他看来都是有利于球队赢球的,数据好坏无所谓。 他要的是胜利,闲话少许,上个赛季詹姆斯场均9.1次助攻,排拳联盟第二,仅不如第一位少爷的10.3次助攻。 龙多场均8.2次助攻,排拳联盟第五,有意思的是,胡人的新秀球,哥报二场,均形容7.2的场均助攻,该数据在上个赛季的所有球员中排在第八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像詹姆斯、龙多和球哥这样的组合,在NBA历史中是头一次出现,以前从来没有最近场均助攻排前时的三名球员分在一支球队。 所以接下来的胡人,在新赛季定是一番新的模样,让人们想不到的那种,同时也是按对手感到危机伺服的那种,就好像所有人都能组织进攻,同时还能自己得分。